好 有请出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金慧女26岁河北人 海南大学公关关系专业本科 大家好 我叫金慧来自河北 毕业三年了 一直在北京从事销售领的相关工作 拿过年度最佳新人奖 也是公司转正最快的人 还是公司徒手获取资源数据量最多的人 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学习思考型的好的业务员 然后在这里是想求职一份 关于销售类或者是助理类的相关工作 谢谢大家 主任老师 您好 您可以允许我先向您介绍一个团吗 什么团 就是我的亲友团 亲友团 比心 我要比吗 哎呦 比心啊 哎呀呀呀呀呀 真是难为两位大哥大姐了啊 对 然后就是这边的小静女士 她是您的头号铁杆粉丝 就是她在我们家掌握着遥控器大权 做到什么程度呢 在家全天后轮播着菲尼莫属 所以就是我们家上小学二年级的 就是外甥女院 她都知道 别说话了 图雷老师要说话了 这个人倒不是很好哦 她刚上小学二年级 她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环节 就是那个残障朋友找工作的这个环节 她每次看到这个之后就特别感动 同步流眼泪 说明你妈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 很容易感同身受 我很想知道你爸爸的命运 很早以前喜欢看走进科学 后来我妈就是看这个就是贝尼莫属 还有这个就是情感类的节目 我爸也一起看 后来就是我爸呢 被同化了 他们俩时常交流意见 交流意见 最后把你交流到这来了 你妈妈能准确的叫出这台上的一些企业家的名字吗 妈干您了 东东赵小叶 贺东东赵小叶啊 都认的 还有个叫陈普恒 还有一个叫陈普恒 你都记得 还有那个马瑞 马瑞 还有朱涛 还有徐蕾 还有杨荣 天天看 如果允许您拥抱其中的一位 你想拥抱谁 我想拥抱图李老师 我是没有问题的 来来来 图老师我告诉你个小细节 刚才你找上台的时候 大姐马上的话 拖了一下小舌头 就像那个小粉丝一样 特别喜欢你 是吧 对 这样啊 我们拥抱是待会儿的事 刚才你所叫的出来的这些人的名字 允许你拥抱一个 你想拥抱谁 你就走到他面前 我觉得是 他向谁走来 他向谁走来 他向马瑞走来 他向马瑞走来 再抱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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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瑞果然是吃奶杀手 为什么选择抱的是马瑞呢 我以为你像朱涛走去呢 马瑞啊 言轻有为 是我向往的 关键是长得帅 对 他是你心目中的女婿人选啊 对 我心目中的女婿就在类型的干嘛 我看他不是你梦中的女婿的对象吧 我看他是你的梦中情人吧 还真是的 还真是的 来 欢迎 请 那咱回座位 我们拥抱一下啊 好 好好好 来 请 好 大哥 到您了 大哥 这场汉语落军战呢 拜拜 您用话筒说话啊 来来来来 哎呦 他他他迫不及待就要上来了 对对对 他有的抱 我还不上来 哎呦 会被激动 您是一样的 咱男女平等 你想拥抱谁 就走到她的面前去 去吧 哈哈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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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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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家教非常好 家教很严格 家教好 求生育很强 其实大哥是恋恋不舍地回去了 看得出来你在家应该是没有地位的 有地位有有有有有 有是吧 你有啥地位啊 干活地位啊 他有干活的权利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大哥 来来来来 请回请回 好 哎呀 他说我有干活的权利 尖尖尖尖 特别感谢您 这个因为 平时也是热心观众 当然需要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好好的摸一摸抱一抱 看看这些是不是真人 是不是也是凡夫俗子 是不是一样有人性的缺点 接触一下之后 你就能了解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 我们也有脾气 我们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这个节目不是尽善尽美的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所以也让你感受一下 他们真实的气息 待会儿 他们如果说你女儿说得太厉害 你就能理解了 我做好一个缓冲区域 好 我在家看过费尼莫属这个节目 我觉得图灵老师赌人很厉害 12位老板赌人也很厉害 我觉得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来了 就是增加了有情分 而且爸爸妈妈还帮我分担了火力 金慧啊 26岁 毕业多久了 大概是三年 这当中做过几分工作啊 两份工作 都是销售类型的工作 很喜欢销售 一开始不喜欢 其实很痛苦 一开始做销售 因为我自己是海南大学嘛 他毕竟还是一个211 然后呢 就是同学们 他们就是毕业了之后 都去百度腾讯网易 我去做了销售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 就是自己就会觉得 就是销售很low 那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不 就是我之前很痛苦的话 就是也不发朋友圈 也不和同学联系 同学机会我从来不去 但是从一年半之后 就开始发朋友圈 约同学见面 就是因为赚钱了嘛 赚了多少钱 这么嚣张 没有 就是刚月薪过万之后 就心里就觉得 因为我知道我的同学们 大家都一直在联系嘛 就是大家的就是薪资 比他们高 对 就是有点世俗 这很真实 所以你就觉得 靠实力挣钱 无论做什么岗位 没什么丢人的 对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地做销售 我现在就特别有激情 我听说它有两个步 第一个步 就所有的人到这来都会问 你包不包食宿啊 它相反 我绝不找包食宿的 为什么 我个人认为 你吃了他的饭 就住了人家的那个宿舍 就代表 你要不付出更多的 就是加班的时间 要不就是付出更多的 就是这个薪水 就是就不能折合成人民币 就给你 那静慧如果说你没有住宿舍 你再这样子 直接打电话 通知你到公司去加班 去吗 那也得灰溜溜的去吗 还是得去啊 那不索性就要食宿呗 不要绝对不要 绝对不要 这是第一个不要 第二个不要 是这姑娘今年二十六 大好时光 却是一块无人耕耘的土地 没有交过男朋友 这个什么都知道 不就是基本情况 我们是需要了解 要不然怎么是一个 称职的主面试官呢 对 为什么 就是谈恋 或者找到这个东西 它真的是太难了 它比脱贫要难 这个东西要靠运气 靠缘分 这个不是你想找 就能找到 比如找工作 找房子 找对象 我这个难易程度 是这么分的 这事您急吗 急也没办法 慢慢来呗 待会我们撮黑一下 她跟马瑞好不好 行 他们家的家庭氛围很好 就是她跟她父母之间 那种小调皮啊 就我对于新惠的印象 特别好 既然是做销售 咱们一定要演示一下销售 你是卖什么 之前的那个工作 是做那个 依靠培训的 那你今天就销售一下 你的教育产品 来 卖给曾花吧 试一下啊 你好 曾总 请问您的孩子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女生 您对于您孩子就日后的发展方向就是是怎么规划的呢 她上过芭蕾但她不太喜欢就没上了 我在想为什么一定要上这种艺术班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呢家长式的焦虑就是一直甚嚣沉上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上这个艺术班首先是一个她的就是身体的健康 比如说学习的过程当中她是做的比较多 很容易造成她盆骨前倾然后圆肩 但是如果她学习才艺比如说歌舞类型的可以让她就身体更健康身姿更挺拔 第二个呢就是她的气质更加的优雅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他们也没上过然后气质也很好啊比如说赵小燕和东东啊他们都没有上过舞蹈课啊 对那是就是通过的是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富有诗书气自华 主要是我不知道她想上什么样子我怎么去鉴定她要上哪个班呢 您可以带您的孩子比如说挑您就是休息日我们请那个专家老师给您做一个测评我们这边的诗姿就是歌舞类型 好 新闻谢谢啊我是觉得聊天的过程你给我的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最起码你特别投入 你的投入是带动了我的投入就我也跟着你很专注的去交流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觉得你并没有打动我 你们这些人都经历了很多的诱惑都是脑油子对我觉得 其实我都觉得挺好但是他刚才有一个环节他说的很好为什么一定是歌舞提升人的气质呢 我看人贺东东赵小燕人气质都不错呀他的回答是什么哦他们是富有诗书气自华 他其实这样的解释不让人反感对同时也没有赘述 而且他的心理学用的特别好第一个是卖焦虑第二个是卖恐惧他会告诉你说你不做会怎么样会你的肩啊会怎么样会你的朋友会怎么样 其实我这个里面是一个心理学我觉得特别的棒 我觉得还是挺有代入感的 我觉得如果是他跟我讲我就愿意去学习 算不上特别优秀但至少能够达到个七十分 是的 在考察我意义的时候我觉得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我应该是承担主动的一个就是引导话题或者掌控整场的就是谈判的这个节奏 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一直被曾总就是被你被你的客户带着走 我觉得这个销售有很大的问题 你要求薪资多少啊 五千家 只做销售吗 如果老板看得上我愿意让我做业务总监级位以上的助理也是非常愿意的 好 大哥大姐马上第一环节要选了 对吧第一环节选留的灯越多对他就越有利对吧 赶紧给你闺女拉拉票 老板我们孩子挺优秀的 请我给他一机会 你发现有一点没有 孩子不长心眼的 妈妈坐在下面就是愁容满面 孩子懂事的 妈妈就笑得像花似的 他不用操心的 对吧 他才会笑得像少女一般天真烂漫 图老师 我跟你讲 家里面所有带店这的都是这孩子买的 是吗 对 那个告诉他们那个电视是多少寸的 62寸吧 62寸 那我的脸得多大呀 还有吗 还有 站起来 站起来叫他们看 还有那个冰箱 不不 关键是把手拿起来 还有镯子 对 戒指 项链 对 您的三斤不是您老公买的 不是不是 是闺女买的 对 血缘吧 把那一块给了十万 给十万 一年 您一年挣多少钱 十几万吧 就是有很大一部分都寄给家里了 你寄那么多钱回家干嘛呀 老爸妈现在又花不了那么多 养老有个保证保证 给你们养老 这就是安心安心完 这闺女真不错哎 给十万买三斤 那真的很了不起 在我的意识当中就是 我认为一个在家庭中愿意担当的人 在工作中也很容易担当 我对于机会的印象特别好 来第一轮选择 去国流 下盏灯全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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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